母亲生命去医院,女儿说没空接,一瘸一拐走到车站,看见来人愣了。 王阿姨她和她的老伴因为都是做老师的,所以他们每个月工资都够他们老两口花。 渐渐的老两口年纪大了就退休了,但是他们仍还有退休金,就这样他们两个人每天过得都很充实。 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最珍惜两个人的感情,所以他们每天早上都会一起出去吃早饭,然后手拉着手一起过马路。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时,他们还会一起去公园散散步,有的时候他们在路边散心的时候,碰见那些流浪狗,流浪猫的时候,他们都会把他们带回家养着。 就这样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很丰富多彩,就让很多人都非常羡慕,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老来伴吧。 可是有一天王阿姨的老伴突然在晚上脑梗塞直接死亡,这让王阿姨一时之间难以接受。 王阿姨觉得自己的天都要塌了,然后就和家里人给老伴的后事给办了。 因为王阿姨的女儿是做律师的,所以整天都在外面东奔西跑,根本就没有稳定的落实点。 而女儿却在城里面买了一栋房子,父母去世,女儿就一直让母亲搬到城里和他一起住,这样他就不会感到孤单寂寞。 可是王阿姨根本就不舍得离开老家,离不开那些小狗小猫,因为在这里有很多他和老伴之间的美好回忆,他不忍心丢下老伴一个人去城里,所以他的女儿没有办法,就让他在老家继续住下去。 有一天夜里王阿姨突然觉得自己的小腿非常疼,起初王阿姨认为估计是自己多年的风湿病翻了,柔弱就没事了,可是小腿越疼越厉害,没办法王阿姨就打算明天去城里面医院看看。 可是到了第二天,王阿姨竟然连路都不敢走了,没有办法就给女儿打电话。 当女儿接通电话的时候,告诉她自己腿非常疼,让她接她去医院,可是女儿跟王阿姨说自己现在在外地出差,没有时间回去,就在这时就听见电话的那头不断地在喊王阿姨女儿的名字,然后她女儿就把电话给挂了。 王阿姨此时觉得非常难过,白养了这么多年,现在她都生病了,女儿却对她不管不问,越想王阿姨越难过,没办法,只好自己一个人忍着痛,坐车去了城里。 到了医院后,王阿姨就把自己的病情和医生说了一下,经过检查之后,医生告诉王阿姨,她就是留意长时间不断地在劳动,再加上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寂寞,所以导致自己的肌肉拉伤,没什么答案,只要回家好好静养几天就好了。 然后医生给王阿姨配了一点药,王阿姨拿着药就准备去坐车回家,就当王阿姨要去等车回来的时候,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个森影,不断地在向自己跑来。 王阿姨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女儿,她不是说自己在外地出差,然后她的女儿就说,当天晚上接到她电话后,由于自己心里担心,没有办法,公司才同意让我请假,于是我就连夜坐了七八个小时的车,这不,刚下车就立马赶来医院了,怎么样呀,医生有没有说什么呀,早都让你来城里和我一起住,这样我也好照顾你,这下好了吧。 王阿姨一听女儿这样说自己心里很开心,原来她之前错怪自己的女儿了,早知道就不给她打电话了,害得她连夜赶回来。 然后就在这时,王阿姨哭了出来,女儿也哭了出来,就这样她的女儿带着王阿姨回家了,没多久王阿姨就搬到城里和女儿住在一起,每天都过得很开心,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不管自己再忙,也要抽出一些时间陪陪自己的父母亲,他们年纪大了,都需要子女的关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